各位朋友,我自己看回,原来在2014年8月10日已经建立了这个频道, 即是不经不觉就来到第五年了,即是足五年了,如果去到2019年的8月10日的话, 总统录了412段片,即是不经不觉,有不同类型的东西, 有些是关于投资,有些是关于看书的一些感受,有时是唱歌, 讲一下文言文,讲一下一些历史故事,或者一些例子的故事, 都很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,我想自己为什么会有这个频道, 都是想将一些可能我觉得有价值,或者是挺有趣的东西留在这个世界上, 就算可能我离开了这个世界,回了天家, 都有一些东西留在这个人间那里,我希望我里面的一些资讯, 和分享的一些东西,都是可以对大家是有些益处, 我想不是一些实际上的帮助,而是可能是一些想法上, 对人生的一些看法上,而透过这些资讯是令大家更加认识这个世界, 更加认识自己,而在这个世界上,我不要说活得有没有什么成就, 那些是,起码你自己觉得都是活得有意思有价值, 或者你起码找到你自己的快乐,那个地方, 那这个都是我自己的出发点,或者自嗨一番,这样, 而当然,其实可能很多中国的历史故事里面, 都有很多鬼诈,以鱼我诈,你害我我害你, 爭上位,或者亲人之间都有很多杀陆的地方, 但是,从另一个角度看,这个就是人性, 亦都我们从很多历史人物那里,我们去看到很多美好的一面, 或者是一些很励志的一面, 所以很多事情,可以怎样去行, 很多时候都是自己的选择, 有时是一念之差, 是的,或者以往一开始是, 那么多年都是做好人的, 但原来他内里是隐藏了一些, 每个人都会的,都隐藏了一些鲜为人知的, 一些他自己内心的黑暗的一面, 我不是说这些事情是衰, 或者因为每个人都有, 每个人都有机会有罪的罪性在一边, 所以可能有少少事情, 或者一些事情就激发了我们, 所以我们有时面对自己的不同的地方, 我们都是应该抱一个开放的心态, 我们去真诚去表现, 有时可能是好, 有时是不太好, 有优点有缺点, 但这些都是我们拥有的东西, 我们不需要去感觉到羞愧, 或者是自己不接纳自己, 所以很多时候就是, 我们一个念头就令到我们, 自己困死了自己, 即是好似韩羽, 该下之为, 最后他选择了这个自杀, 或者很多人都可以有不同的选择, 那我们今天讲的是一个, 可以这么说是一个复仇的故事, 那我们去今天的主人翁, 我们可以说是一个重情的人, 他是一个执着的人, 那另一个角度, 我们有时在现代的角度, 都觉得是愚蠢的, 或者又何必呢, 冤冤相报何时了呢, 为什么不能放下一些东西呢, 那有时人就是这样的了, 也有很多矛盾执着, 或者放不下, 可能他这个矛盾和执着, 就是驱使他继续走他的人生路, 他最后生命的结束是怎样, 是他自己去抱写或者是选择, 那主人翁, 现人高占里, 我一听到现国这个呢, 我们可能会马上联想到以前六国的其中一个国家, 现国, 我们最熟悉的人物就是太子丹和京俄, 那这个高占里呢, 正是京俄生前的好朋友, 那当年在宴国的时候呢, 两个人呢, 常常在那里呢, 喝酒比武, 而且呢, 一开心呢, 这个高占里呢, 是一个高手, 他一个除了舞艺的高手, 也是一个音乐的高手, 他呢, 去到演奏一个叫足的乐器, 这个足的乐器, 几次我们现在的, 好像古增啊, 都是在那里弹那些, 那京俄呢, 很唱口就唱歌啦, 一唱一和呢, 那带出来的那个, 是一个很美丽的画面, 亦都他们是很开心, 很投入, 那但是呢, 唱唱着呢, 真情流露露, 唱到伤心的地方呢, 两个人呢, 都是抱头大哭, 那哭完之后呢, 哈哈一笑, 就呢, 大家呢, 攜手而去啦, 应该不是, 哈哈, 两个猫子就是手拖着手, 像近代郭泰一个广告那样, 那我应该不知道, 他们是不是同性戀啊, 没有讲到啊, 那但是呢, 自从这个, 这个燕子丹, 将京哥请了他做刺客之后呢, 高占尼呢, 就失去了王日的快乐, 好像没有了个朋友一样, 那整天独自去喝酒, 那我们看到有时, 人生得一知己呢, 就是死而无陷, 不知道大家身边有没有那些人, 是真的可以被大家一起, 抱着一起哭啊, 一起高歌啊, 一起抱, 一起去喝酒啊, 把自己内心所有的东西去, 去到表达出来, 是你没有任何顾忌, 那如果大家有的, 大家真的要好好珍惜, 你是一个很幸福的人, 那啊, 就, 就是他就独自在弹那个竹啦, 那些声音都没有前那么动人, 都比较幽怨, 好像没了生气, 而京哥后面就出发了秦国, 那高占尼呢, 就是在他走那一刻呢, 这个, 就是要出事了, 要去行识这个, 这个秦始皇的时候呢, 他就抱着他那个竹, 另外呢, 拿了一条珠鼻, 就去到呢, 液水边, 去到送边, 两个人见面之后呢, 默默对饮掃杯啊, 那京哥开口就说, 高卿, 不如我们来一个最后一曲呢, 那高占尼就立刻打开盒, 那个, 拿出个竹, 那啊, 京哥呢, 就清一清个, 开一开声呢, 一曲呢, 干场寸断, 悲壮的歌声呢, 就在液水边呢, 就响起, 大家很熟悉的液水悲歌, 风萧萧是液水寒, 壮士一去是不服还, 一曲唱完之后呢, 京哥就昂然入巡, 高占尼看着远去的马车呢, 心里面呢, 不胜感慨, 濫濫致雨就说, 京兄, 我们今生呢, 都不知道可不可以再为你去到, 用这个竹去搬奏了, 那当然, 最后的结果, 京哥是失败了, 命都没有坏, 高占尼呢, 足足大哭了三天, 从此呢, 他就将那个竹放在盒里面, 不再打开, 不再演奏, 过了没多久呢, 秦军占领了燕国, 官府呢, 通緝了太子丹, 和京哥的亲朋戚友, 高占尼呢, 都在通緝的名单里面, 他就, 把自己改名叫王三, 是的, 那些什么, 陈强啊, 张三李四, 这些, 改这些, 我们叫, 一些, 小脚式的名字, 那样, 小脚式的名字, 那样, 去了一个地方叫宋子园, 即是这个园, 那样, 就帮一个, 有钱人家, 就做工人, 那样, 那样, 他整天都穿得破破烂烂, 是的, 做了一些, 那些, 那些, 很辛苦的, 下懒的工作, 那样, 就, 人家都猜不到他, 原来是一个, 那么有文学, 文艺修养的人, 那样, 那样, 他就, 就是, 寄藏了在这个府, 就不想被别人知道, 那样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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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些人都找不到他, 那样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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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王劍夏的好友。 不知道高占尼會否有一天再演奏? 碰巧有一次,高占尼的主人, 也是一個很喜歡聽足的人。 他經常在家裡擺設這個賢席, 請人來激足取落。 高占尼聽到這麽熟悉的樂器, 不勝感慨之餘,也很癢。 他經常在窗外,不可以進入下人。 可能負責洗廁所、倒垃圾等下人。 但在窗外偷聽,捨不得離開。 有一天,他又在窗外偷聽。 管家走過來,問他, 你做什麽事?站在這裏。 公佔尼聽得很入迷, 都已經不知道如何回應。 他對著管家說, 我現在在這裏聽, 指指耳朵,指指在屋裏面。 管家就覺得很奇怪, 你心想這傢伙有什麽事? 他在這裏搞什麽呢? 有景裏的房間在這裏做什麽呢? 他走上去看管家, 聽到裏面傳出了陣陣的觸聲, 才搞清楚, 原來這個高占尼在這裏聽話, 不在這裏偷懶。 這裏偷懶,總之聽到很入迷。 管家很鄙視地說, 你這傢伙真窮, 你懂得欣賞音樂嗎? 不要笑大人的嘴巴。 高占尼聽得入臣, 就順口就說了, 誰說我聽不懂得聽? 我呀, 你聽一下,這一段正是彈得很好, 拍子也好, 不過這裏就錯了一個拍子了, 管家根本就不懂得這個音律, 聽了一陣子之後, 都聽不到有什麽分別, 都這樣而已, 什麽錯, 什麽對, 什麽挺好聽。 他就不相信, 他就說, 什麽對,什麽錯, 你這個人懂得分嗎? 不要哄我了。 如果我叫你去, 你恐怕, 有些響聲, 你彈也彈不出來了。 講完之後, 他就走開做自己的事了。 又過了幾天, 主人就跟管家在這裏談談聊天。 主人就說, 唉, 我們這個宋子園, 喜歡聽足的人多, 但會激足的人少, 整天都要找外面的人。 激得好的人, 更加都是鳳無倫角, 想找的都難。 我前幾天, 請那幾個, 都是平平凡凡的支配, 都不是說彈得好好的。 那管家廳, 就突然想起, 幾天前的事, 關於高漸來, 他就說, 這個黃衣服, 他就說, 主人, 你都說得對, 我們好像那個, 做粗重的那個黃, 姓黃的年輕人, 好像很喜歡聽足的。 他那天還跟我說, 那些客人在哪裏, 是那些錯音, 還有走音。 那麼, 主人馬上問, 啊, 不知道他會不會激足呢? 那麼, 管家就, 不以為言, 就說, 唉, 看他的壞樣子, 他都應該不會玩的了。 那麼, 主人說, 唉, 都不一定的。 既然可以聽得出, 人家激錯了的音, 一定自己都會適量, 有回到那麼上下的。 那麼, 等再有客人來, 都叫他一起試一下, 玩一下。 那麼, 這個主人呢, 其實都是一個比較有胸襟的人。 或者, 可能真的他太想找一些彈得厲害的人了。 那麼, 他也覺得, 可能有時候, 我們經常看劇集也好, 看一些電影也好, 那些高人呢, 通常都很平凡的。 或者, 我們在街上見到一些很成功, 可能很有錢的人, 他的樣子都很樸素, 都不像有錢的。 反而, 那些, 表面上包裝得很好的人, 是空心老官來的。 是的, 那麼, 這個主人呢, 就是, 渴無找到這些人才呢, 我想, 都真的很抗熱, 就算是一個下人, 他也想讓他試一下。 那麼, 究竟, 這個高漸來, 會不會有機會大顯身手呢? 但是, 如果他這樣大顯身手, 會不會暴露了他的行跡呢? 被秦軍捉了他呢? 那麼, 我們下集繼續探討。 都不是叫探討的, 下集再說吧。 那麼, 都多謝大家這麼多年以來的支持。 那麼, 我都, 即是, 即是, 每次都會花一些精神時間, 去預備一些材料, 啦, 資訊呢, 去到講這些故事。 那麼, 有些是我自己懂的, 有些我都要看書, 去學回來。 那麼, 我自己都有很多個學習。 那麼, 都,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啦。 那麼, 可以怎樣支持我呢? 去訂閱啦。 那麼, 旁邊還有鐘仔, 那麼, 按了鐘仔, 就可以彈到那條片出來啦。 那麼, 我都沒有說, 就是, 想著透過這件事去到賺錢的, 那麼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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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如果, 也都不, 大家不需要課金那些啦。 都不需要想, 我都沒有想要一些大家給錢的那些。 不過, 如果大家想, 都支持一下我, 我覺得我都是挺有誠意的, 都可以呢, 看一下那些廣告。 是的, 那裡呢, 都會有少少的金錢呢, 會去支持回這個頻道的。 是的, 那麼, 現在我每個月都不會, 沒有什麼錢收的而已。 不過, 如果大家覺得我好, 這個都是一個的支持, 大家也不需要去花錢。 但是呢, 如果裡面, 我們多些資源, 也都可以, 我可以找到多些更加好的材料。 我亦都可以買些書, 買些好的書, 去跟大家去分享。 另外, 有些好的知識, 所以, 可能將來, 大家可能只是聽到我的聲音, 之前也有些看過的樣子。 但是, 可能真的, 將來可能拍好少少的影片, 都可能需要一些的資源。 所以都希望大家去支持一下。 多謝各位, 以及幫忙分享出去, 將這個網站, 可能是大人也好, 小朋友也好, 那都是一個, 如果大家覺得我的分享都不錯的, 都可以支持一下。 多謝各位。 多謝各位。